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 2月21日 星期日 這一節我會跟大家說一下健康的問題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症研究機構 發佈最新的 全球 新患上癌症的數字顯示 中國 癌症的新症 病例是越來越多的 有457萬個例子 每日 新確診癌症的人超過1萬人 1萬多人 365萬人 平均 多了 12000多人 而癌症死亡的數字是300萬 即是說每日接近8000多9000人死亡 而新確診癌症是12000多人 這個數字我們對比2018年 其實是增長了不少 因為當時 中國的新增病例是380萬 現在是450多萬 多了幾十萬 而死亡病例 當時是229萬 現在是300萬 這個增長是超過三成 大家想想 從數字顯示 中國的患癌症人數 大家都說 中國的患癌症很有繩子 是領先全球 はい同樣的患癌症 不是只有股票 不 chim 人口 而且是癌症的上升 也有繩子領先全球 很多人都說了 中國人太多吧 只不過 gibt14億人 也是自然的 많이患癌症 印度也是有14億人 印度也是有14億人 印度的數字跟你相差很遠 印度的數字跟你相差好遠 有一大半是中國囊括了 其他地方呢 其實中國的癌症比例比整個歐洲還要多 人口多 但是你有沒有發覺 印度人口和你一樣 和你差一點 為甚麼印度的癌症比例比你少呢 原因就是 中國 近十多年的發展 我們看到中國 包括在水資源 包括在食物資源 在食物的安全 在空氣的質素 在各方面的環境 這個污染 其實也是對中國人造成很大的影響 我們看到最近有 炒得熱烘烘的稀土 當然 開採稀土 是會對環境造成大量的破壞 其實外國也有稀土的 問題就是 外國是為了保護環境 他們不讓開採稀土 所以 他們有也不生產 因為開採的過程 是會污染大量的環境造成生態的危機 所以他們寧願不做 這些錢不賺 而中國 就是 不介意人民 是混蛋的 人民 基本上 是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 是一堆數字 當年的老毛已經說過 在大躍進餓死了四千多萬人的時候 當時老毛說甚麼呢 他說 我國有七億人口 餓死人 是九根手指頭 和一根手指頭 的關係 即是死了才一根手指頭 你不會為了 一隻手指頭 要追究我另外九隻手指頭的責任 對不對 在中共來說 其實每一個 每一條命都是一個百分比 而這次我們看到了 有四百多萬人新確診這個癌症 意味著每天都有一萬二千多人確診 每六分鐘 是每六分鐘就一個人生癌 這個情況 是可以說是全世界的可怕水平 為甚麼這麼說 大家知道 中國的污染是十分之嚴重的 而且 國家是對這些污染 基本上不出聲 犧牲了一代人 兩代人 三代人的幸福 將這個 環境出賣 換取金錢 而這些金錢就是 共產黨管治的 一個 法寶 令到GDP上升 令到人民覺得自己幸福 覺得自己賺到錢 這樣就可以犧牲 這個將來 其實現在中國 是在透支將來 你開水稀土 你做很多污染 尤其是產煤 各方面都是一樣 當然不只是產煤 很多開礦 其實你是 挖空了 全國的東西 將這個國家裏面最值錢的東西都畫出來 早中留下的寶藏 然後還有大規模的污染環境 大陸一搞綠化 不是種樹 不是種草 不是種草 不是種的 是用綠色的噴漆 將一些突散 將一些 種不到樹出來的地方 全部噴成綠色 最近 他們開始環保了 買了一些很大的綠色的布 遮住 大家可以想到 共產黨或者中共 官員 是這樣去搞環保的 怎麼不生癌症 是不是 當你 染料 染藏 或者 很多化學品 就這樣排入大海 甚至排入長江黃河 長江黃河是中國人民 乃以為生的兩條河 河裏面又有動物 又有植物 又有魚 有海鮮 又有河鮮 你是害死很多人 然後 上游就排污 下游就進食 將那些魚 那些海產全部吃掉落土 有甚麼辦法不撲街呢 所以我之前我們節目說過 很多 北上在大陸的藝人 在大陸發展的藝人 是突然暴斃的 而且 其實那個年齡 很年輕 我們說過很多次 包括 國產007裏面飾演 鋼牙那個鄭祖 他 在深圳死亡 享年只是50歲 我們有網友認識他 他是他的好朋友 在大陸 這個 深圳 你 醫食住行 每日接觸到的 如果你有吃煙 喝酒 那麼慘了 因為吃煙 有九成機會買到假煙 酒 99%賣到假煙 很多時候是上面那些很有名的 夜場都是賣假煙給你 因為利潛實太高了 賣假煙 而那個地方的水 也有問題 你吃的東西 有孔雀食鹿 三醉青胺 蘇丹紅 滴滴胃 一滴香 然後還有甚麼 還有三醉青胺 還有其他的 不同的毒素 然後還有甲醛 有黃曲煤素 然後還有避孕藥 所有的東西都是有毒 都是致癌的物質 中國人 全部都吃掉了 尤其是大陸吃麻辣火鍋 其實 大部分都是用地溝藥煮出來的 大家有沒有發覺 回到大陸吃飯 有一種味道 那些很明顯就是地溝油的味道 那些不是麻辣火鍋的味道 你一聞到那股脆 你就知道那些是用地溝油煮的菜 大家都知道地溝油是甚麼油 那些不要的廢油 他們拿出來再提煉 然後就變成食油 用一個平價賣給食肆 食肆為了節省錢 一桶油 我出去買要150元 我跟他先買80元 我節省70元一桶 節省一半價 我要用多少油 你知道嗎 一間食肆每天都要用 長年都要用 當然節省了 所以 你在這個油方面 你沒有得走 其他東西 很多都是有毒 食物就真的和從口入 所有的食物 很多時候都是含有自然而言物質 所以 很多藝人真的在大陸無端端就死了 另外還說了兩個 一個叫做小四 不是十四 就是小四 這個叫做 衛天池 衛天池也不夠60歲 在北京就暴斃了 突然間死了 肯定是 吸收了很多孕月精華 假煙假酒 有毒空氣 有問題的水 全部都有問題 然後出去吃飯 重慶火鍋 麻辣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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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有毒 所以中國人患癌 比例這麼高 原因就是 每一天 他都接觸到 智癌物質 甚至乎 連那些 黑心棉 黑心棉胎 是用一些醫療廢品去打 打到它碎了 然後就造成一個人造棉花 塞在那些皮裏 造成黑心皮 這些皮裏 蓋了了智癌 大家有沒有想過 小學生跑步也會智癌 為什麼跑步那麼健康會智癌 原因就是他們那塊膠 鋪在 學校 鋪在小學裏面那塊膠 被人跑步那塊跑道 也是用 這些 有毒的廢物 去循環再造 造成一些 給小朋友去跑步的 跑道 也有智癌物質 所以當時的報告一單出來的 就是 學生上完體育課 沒多久病了 有些還說要流鼻血 原來 那個跑道 是含致癌物質 大家可不可以想到中國人 想到多少東西出來毒害自己的同胞 很多生產食品的人 他自己也不敢吃 原因就是他知道那些好毒 在吸收日月精華之後 其實中國人的癌症 接下來的比例只會越來越高 很多人無端端就生癌症死了 我們之前有個朋友 他的表妹只有30歲 又說生癌症死了 無端端就生癌症死了 其實不是無端端的 因為 假煙假酒 有毒空氣 有毒食物 有毒的水 全部都有毒 整個污染 整個環境都有毒 有甚麼辦法不死呢 說了一個 農芳 專門做汽弟的農芳 他以前是天天火鍋 天天如廣 做經理 後來就被不知誰都發掘了 他覺得他 很適合演戲 所以就聘請了他來做奸閣 他也做奸閣 這個農芳 從來沒有做過好人 農芳 死的時候好像是56還是57 你想想 香港90歲的人都還沒死 你看胡蜂 在香港生活的那些藝人 幾年來香港也有九字頭 好像是99歲 你看人家多健康才行 你在大陸的藝人 那麼年輕就過了 跟食物 跟食水 跟環境 是真的有關的 不是我們亂說的 所以 這個中國人 現在成為一個癌症大國 其實 接下來 更慘 我們先講到這裡 拜拜